好 各位早晨 又是我們一早早的準確時間 在香港的 應該是你們 八點鐘的時間 就開始我們這個 大媽春的這個節目 我們已經成為了一個習慣性 每一天看看大媽春有什麼節目 讓我們去摩擦一下它 他很勤力 去了這個酒店 之後晚上又馬上去做這個直播 然後等著等著 人們就摩擦了 為什麼呢 原來這個死八婆 就是有蠢又笨 對著電腦不懂得處理 搞得很混亂 總之原本又不行 又搞了一段時間 給大家煩死了半個小時 然後他就繼續去延落去做 這一次真的不用睡了 我會很精力的 兩個小時就離譜 真的過鬼睡了 搞了兩個小時的直播 當然啦 它都是一大絕 就是找消費啊 水那樣的東西 拿些什麼聲帶啊 然後拿些假的小孩子出來 你看多壞 這個是很有策略的 很老實 第一方面 就可以拖一下時間 因為他要看一下日後會大佬 他自己去找食 對不對 原來這些東西都有人看的 都可以啦 以後都可以隨便找這些東西 你們那幫小孩子想看我 是呀 我理得他 那樣子 那樣子 在大媽春兒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開始不斷地進化 那我越來越相信 他後面有一個很 很香港人 或者是廣州和香港人兩邊一面的 就是一些團隊 他一直在給他一些很好的意見 他在改善他的情況 其中有一個是 絕對要和大家去研究 你可以留意一下看 其實大媽春最失敗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情緒 因為他已經是那個情緒 去到崩潰的階段 他很多事情已經壓迫他去 但他現在在這次的直播中 他控制得很好的情緒 是值得賺的 很老實 就是對一個精神病人 當然他不是 我不算是一個精神病人 如果對一個精神病人來說 我覺得他是厲害的 但當然香港 基本上每個人都有精神病 跌倒的都不知道 對這個八婆來說 就是他有他的方法去面對 那他這次處理得到 他不會像之前那樣 插一插 為什麼呢 一會兒你聽一下那個情緒 他會看到的 他的內容上面的演繹 就有些不同 那麼最重要的話 就是他在這個情緒控制裡 他有一個方法就是 他開始學了一件事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他整個過程裏面 他盡量不看留意 所以大家那些這樣的文字 攻擊 就是在黑粉裏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盡量 不用看他的 不用進去的 你用這一招已經沒有什麼意義 他現在不看了 他不看了 就是影響不了他 可能他翻後才看 但他起碼在直播的時候 他不看 他不看他的情緒 他不受影響 沒有那麼大 當然這件事是難的 兩個小時 靠主合 你不看這些反應 而他有什麼效果 是很困難的 所以他想了一大堆東西 在那裡閒淡和閒白 所以閒白的角色很重要 大家要留意一下這件事 如果你要對付他的時候 你要記住 在這個 再用很多文字 已經沒有太大的刺激作用 他看到 他都安排了一些人 在那裡 支持周太太 什麼什麼 不是 支持銜太太 支持何太 支持何太 那些東西 你看到 有的 有這些人士在抗爭 裡面 他都有提到這些東西 希望大家要留意一下 就是整個問題 好 我們現在聽一下他的 我放了一個畫面出來的 那我去移動一下 讓大家可以看更多的效果 好嗎 好 我們聽聽他 哎呀 我要戴回這封 整個天都不記得 真的 你記得 整天都不記得 戴這一封 好了 我們戴回這一封 然後跟著 聽一下 這個大媽春有什麼的見解 子婆她還升大鑑岸啊 難道他敢承認嗎 難道說 是 他這位是說 我戴得沒有這麼多 很粗 報紙婆 周太 他一開始 沒多久 完了 水的東西 因為他都沒有意義 我戴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那麼他就去 特別去挑出報紙婆 就是周太 我戴來講 我是用波埃啊 好拔啊 這樣 我是熱個頭 拉開一條腿給你看 這樣 誰肯認的 是不是 當然了 不要啊 是不是 那些小人 見到他們當然是 兜牢走 小人不是要避開嗎 是不是 知道了他們是小人 還跟他們有什麼好談的 是不是 他又說 人家 什麼 又罵人 又怕他 他這裡因為 先解釋一下 因為 水那邊 他就有打了給周太 就是問 有關於一些 就是 他們收到這些消息 說賣店的情況 那樣 說那些子女賣了店 那樣的東西 收了幾百萬個消息 於是乎 就去問周太 周太說回來 那就是說 撞到他們 什麼東西 你又說 喂 我要和你對質 是不是搞錯了 你死八窮 你死八公 我胡亂說 怎樣怎樣怎樣 我說 波瑞埃大媽春 怎樣怎樣這些 那些 涵白就很害怕 於是就這樣走了 那當然了 大哥自己說謊 對質 那樣 但是呢 咦不可以 這樣被人恥笑 是不是 那於是說 拿回這些東西出來 罵你先 我當然不跟你說話 你的死八婆 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東西 拿回這些 作為他自己的直播的內容 蛤 是不是很聰明 這樣 這個應該也是有團隊後面教他 不行 人家現在說你 你害怕 是不是 你又說回這些東西出來 只剩下他的東西 轉一下他 那於是他就拿回 又找回這些東西出來說 大致的情況是這樣 他就這樣 和何生 聊一下 聊一下 人家採多少傻 是不是 真的 他和那些小人說 也不是浪費口事 是不是 真的 要和他談一下 又要罵我 要和他談一下 要和他談一下 有沒有好談 做人要做得 要做好人要做得 行得正 站一正 才自然是會有人尊重的 是不是 那些 你大媽春一件事 是令到全香港人很討厭 是什麽 他自己就是最說謊 他永遠不停地提我自己 我說行得正 站得正 你看看 又要說正話 不能夠說謊 不能夠說謊 你看看 那些人就是這樣 這些人 就是令到香港人很討厭 很討厭 他不停地這樣 就裝扮自己 你看看 我是好的 我是美麗純潔 你看看我 我一直都是好人 對人也好 對誰好 對誰也好 你看看那些人對我全部都不好 很離譜 但是香港人又很明白 那個事 你很清楚這件事 但是他就繼續說 你真是催不住 他就是一個這麼討厭的人 什麼呀 那些 哎呀 經常 那些人 那些人 他始終沒有很勞行 誠信才是大一 一個完全沒有誠信的人 有誠信 走遍天下都不怕 都是為十人尊敬的 尊重的 沒有誠信 你騙人家一次 沒有誠信 騙不到人家兩次 是不是 是啊 我還要多謝了 我的中粉報告 的課金給我 我已經收到了 是啊 多謝了 大家 是啊 是啊 如果不是那些 那些 粉絲朋友幫我 我哪有錢 值得去酒店 是不是 你們 你們 不是說 是不是 我值酒店 有錢 搭壁士 是不是 如果不是那些 粉絲朋友幫助 我哪有錢 支持得到 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很多謝他們 很久了 我昨天不是說 今天是報警的 尤以我今天又 我想特別講一講 有關於他提到這裡 就說有些粉絲 就是課金給他 其實大家知道 之前其實一直都有的 有粉絲是有課金給他 我想那時候的課金 就是基於國內 不奇怪 因為為什麼呢 國內的人 有很多是沒有聽香港 你要翻牆才能聽到YouTube 他沒有聽到反對的聲音 於是我只聽他說 就覺得 很慘啊 人家不同年紀 拍拖而已 香港人是賤家的 怎樣去對付這些女人 不對啊 不合理啊 你看看他多麼可愛的樣子 讓你看看 我好正啊 我好可愛的 你看看我 真是騙到一班 國內的人 他本身有些人 對香港人有些成見 於是課金給他不出奇 我相信是這樣 也有些人證實了出來 好了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不同了 因為為什麼呢 香港他是在做YT 香港課金給他 那這班是什麼人呢 你說香港有沒有人很喜歡他呢 我想真的沒有什麼 好了 但是在這個階段 我就要去揣測一件事 最近真的有些很多新的頻道出來 那是關於做大媽春 我看到都有一定的反應 那好了 那在某程度上面 如果他是和大媽春 有些的疑惑呢 那對他們來說 有些機會是可以做得幾好一些的 因為是很簡單 他原本都沒有人看的 只有幾百幾百這樣 現在不是啊 做大媽春有一萬幾千了 那對他來說真的很大利益 他不想你停 是不是呢 於是他課金 幾百元給你住下酒店 OK啊 給著幾百元去吧 這樣頂住啊 就是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大的 因為現在實際上是有利益的 變了 因為就是搶我們之外 還有其他的就是 KOL啊 新的人走出來這樣 那所以大家就不要 看得這件事呢 就是太過假 我覺得呢 大媽春就可能是 但是那些是不是忠憤呢 我覺得當然不是 不是忠憤 而是呢 他們想這件事 炒下去 繼續炒作下去 那麼啊 我相信啊 就是我們 譬如說 日更啊 我啊 阿水這些 我們當然不會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一直是 就是在抹擦著他 那麼我們本身已經有一班的人 就是支持著我們 所以我們就絕對不會去碰這些東西 如果是就很危險 那麼好了 那麼但是呢 就是我們反而是想完 就是完一件事 就是做第二個topic 不是這樣 但是 當然我又不是主要 我自己又不是主要是做 譚明春了 我也還有很多其他 這些題目這樣 那麼 那麼 日更是主要的 但是阿水是直接全部這樣 好了 但是現在的新台呢 就是靠他 而是有一定的 就是點擊的 那麼這個大家要去留意這樣 那麼既然有點擊 他希望繼續延續下去 所以我們想起碼過台 一路一路一路有機會 有一定的人氣 在這個市場上面 有沒有人看 訂閱會增加 大哥 不要完全沒有 那麼於是乎 我覺得這個就有個誘因 是令到某些的 就是 新走出來的QL 頻道呢 可能就 就是試一下給他幾百塊 延續一下他 等一下他真的回大陸 這樣大家沒得玩啊 我們拿不到他的視頻 拿不到他的東西 當然他留在YouTube 說長做長友 我們又可以 他又可以 大家互相一起生存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一下這件事 好 我們繼續聽一下大媽春 他多麼自傲 沒有什麼時間 所以還沒去住的 除非那幫搞蝕分子 那幫黑粉頭目 他們一手搞出來的 怎樣交給我 怎樣迫害我 他們他們還 我人才告狀 他就反而去報警 說我什麼 遺留他的私人 人家警察沒有理會 不成立 沒有跟他們處理 還有一幅圖 他自己的那個 那個日間老狐狸那條 那條巾爆 我是特地未去報的 反正我已經 二人走出去 大家那些異音 怎樣報警 怎樣 加害我 大家所有全世界都知道的了 我猜警察都會默默在那裡做事 在那裡監察 他這裏最主要是交代 之前他說 昨天應該他去報警 我要報警 怎樣怎樣怎樣 我想這裏又是有一個 實際就是 他跟後面那些粉絲 或者那些支持者 他討論過 就是說 喂大佬你現在敢報警 沒用 搞不到 沒有point 那你又說了去報警 實際上不行 於是他就 算了 我就 不敢報警 就不報警 於是把事情放下 為什麼呢 你一報警 你整天搞那麼多 警察可能會 真的會 說你浪費警力 因為你這是沒有意義的 那如果要是這樣的 他們就很麻煩 因為呢 上次已經試過 走到家 遊警察 那些東西 那你搞到那麼多 那人就針對你 你現在 大馬春其實已經是 給了一大堆的網民針對 但是他 還有你 房屋處已經針對你 所以政府呢 我 現在我不知道 以前就是 有些很特別麻煩的人 就是某些黑社會頭目這樣 政府就跟他開過file 那就容易搞他 這樣 面對你 那你現在 大馬春你搞到那麼多 東西的時候 你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如果 跟你開過file 就很麻煩 就是一件事都差你 所以現在大馬春呢 可能他就會見到 大哥 真的敢死就麻煩 那樣 很好 我暫時就不要搞住了 那樣的東西 那所以他 你看看他以前不懂的 以前就 我就去警告 我就告死你 他很衝動的 但現在冷靜了很多 你看看 所以大家 如果是做黑粉的 要去攻擊他 你要明白一下 這個大馬春 他未必現在是 背後有人的了 那 大家會要去明白到 不是一個單一的 以前那種的對付 會是一個整體一點的 好嗎 所以他不是一個以前 相對來說 沒有這麼精明的 現在是聰明的 現在是聰明的 所以我沒有必要 先走去報警 我先忍一忍他 這樣的 現在我直播間有 1089位粉絲 在這裏 這裏是他很刻意的 這樣去再說出來 給大家聽 當然大家去上直播都看到 這樣 第一 因為現在都還未開始收費 大家沒有所謂 這個其實大馬春 有一個 輕人 哇 我有1000幾個 有很厲害 這樣 是的 1000幾個 那1000個當然多了 會令到他有不少的收入 如果真的情況的時候 是有百計的美金這樣 但是實際上面 究竟這班人 會不會在他正式 就是收到課金 就是收到這個盈利的時候 會不會存在呢 這件事要看清楚 因為現在大家會覺得 我如果看你 你又未開盈利 有什麼所謂 那就不用理你了 所以他有這樣的心態 但是呢 你同時刺激了他的感覺 不是啊 有1200人 以前沒有的 2300人 那些事情 究竟呢 這件事 就是要大家看一下 究竟是不是有些海外 或者某些人 是會真的去支持他 甚至乎 他找到一些國內的人 翻牆去支持他 大家不知道 大家未知 但是當然 這件事 都是要去面對的 就是 如果他真的可以凝聚到這件事 那你就 那個長期戰爭 我想真的 我不敢想 三四百集 都有可能去的 因為他不死 你不死 那香港人就要看你的結果 是啊 現在 大家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延續下去 看你怎麼死 我和你捏過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要 小心點去看一下那個情況 整個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呢 唉 沒完沒了 很老實 我們繼續聽聽他講什麼 你去接部間 配置我 多謝大家 無論是黑粉還是中粉 我都歡迎的 你黑粉在這裏罵我 是不是 你都是在給我用力量 是不是 我多謝你 是不是 黑頭目下單 說罵我 等我消失在這個網絡 不給我賺網上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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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我 罵我罵我罵都習慣了 是不是 我還感恩你們 感恩你們 給網上的錢 如果你不是 走入我直播間罵我 我都沒有這麼多 網上的錢 是不是 那個報紙樓 報紙婆 你作出那些東西 我說他真的賣掉了 你的人一定是賴 他今天那個題目肯定如果有團隊他會講清楚 是針對周生周太的 所以他會用很狠辣的詞語去講 先講回那些黑粉什麼東西 你想一下他現在說他就要特別講給你聽 我現在被你罵了習慣這些東西 這個說話是假的 你要留意一下 其實看這個人他特別強調這件事 其實他重視這件事 就是會被你罵 他不被人罵就行了 漢白和他都是他還在特別 是非常之要面 非常之要面 你不要以為他是雞 他不要面 因為他現在已經假裝不是雞 於是他就要面 那個情況是什麼呢 他說你現在黑粉也好 你來學給我留量而已 我沒有所謂的 但是同時你會記住 我一開始的時候 他不敢去看那個直播出來的字 因為每個人我都不同 有些人見到別人 就是羊羞羞羞羞 一脫就打他了 有些人就羞羞羞羞 關什麼事呢 走過 每個人不同 他就完全不能受刺激 就是那些文字會是化成一種很大的衝擊 在他腦裡面爆啊爆啊爆啊 那他的情緒就瘋了 就失控了 他以前全部都是這樣 現在於是乎呢 我不知道有人教他還是什麼呢 他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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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你就影響不到他 就沒有了作用 但是當然我都說辛苦了 他就要是想好這些事情 說什麼 所以他回到周生走看 他報紙巢啊 報紙巢啊 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是他的思維裡面 存在了的過去 還有他的創作 亂說這樣的東西 那他就可以不用看著 那個的電腦裡面 那些的留言 罵他那些 那不用理了 他之前幾次全部都不是這樣 他現在就是這樣 就是我望他 於是乎呢 他的情緒就不會被你跳動到 所以你要看著他 他真是進化的 很老實說 大家都是這樣 所以你要記住 你做黑粉呢 你要對他們呢 你都要進化 你都要怎樣 所以譬如之前我們說 用音樂去播他 怎樣怎樣怎樣 現在逼到進去 他就住在酒店 無論哪個給錢 都好 跟你說 都是一個成本 沒有可能長期 那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打擊 所以呢 不能夠在這個 公屋那裡做直播 其實大家已經很成功了 他已經做了一個很成功的事 現在逼到他去的酒店 你看他很輕生 什麼什麼 其實他腦裡面很痛苦 因為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成本壓力 好 繼續聽一下他這個八婆 還有什麼說 他那些老婆都掏掉了 這些老婆或是進了水 很療癇 遊誇人家好生 我那間店買了750萬 不要太多 不可意思 他們又說錯了 是吧 在這裏的訊息都挺多的 第一個問題 就是 你看他為什麼要說 周生周太太也是說髒話呢 他之前都不會的 他忍不住要講粗口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周生周太說了一些東西出來 是爆了他們的內幕 他們很害怕 為什麼這些東西只有他們說 所以他是針對這條片 講了很多周生周太的東西 因為這兩個人 他雖然是 已經上過做直播什麼的東西 但是還是存在了很多 因為他能夠將他們過去最醜陋的一面 是正實地說出來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全個網路的人 都認同周生周太說的東西是真 他們兩個人是很真 這件事是最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呢 就是對他和韓伯的形象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現在他要回來香港做youtuber youtuber 在大陸就沒有所謂 這兩個什麼 他都不理 罵完一次就算數 現在不同 為什麼呢 周生周太可以經常出來說他 經常提點那些網民 喂 他們兩個很差的 點點點點的東西 哇 這樣就大件事 為什麼呢 這兩個是一個證人來的 是可信的證人 哇 這樣就嚴重問題 現在就令到大家會覺得大媽春 哇 你好仆街啊 點點點的東西 所以他一定盡量希望 喂 拆毀了這兩個證人先 今天他整條片在後面 播完攻擊完阿瑞之後呢 日間有一點點 好了 跟著呢 他就開始攻擊周生周太 他將他們呢 希望 撕毀的形象怎樣怎樣怎樣 盡量減低他們自己受到的衝擊 這個就是他真真正正想做的目的 好 繼續聽聽 又找到那個什麼液竹 難道他又作出一個假液竹 真是 是不是 沒有可能的 根本都沒有賣過這個價錢 是不是 所以你說那些人屈人 真是屈得 麻煩你屈人屈醒一點 沒有那麼低裝 是不是 他這個過程就是因為 阿瑞那邊就找了一個 以前那個業主 認識那個業主的人 就說什麼呢 就說 咸伯的老婆 以前就賣了一間店 不知道七百 他的子女現在賣了一間店 不知道七百幾萬 就租出的東西這樣 那其實就帶出一個 賣多少錢都不重要 這些錢就不關咸伯的事 關你差事 其實他就一直說 你賣多少錢 多少錢都不關你的事 是不是 沒有優子 最重要是 帶出一個訊息 他不敢說這件事 但實際上 他就想掩瞞這件事 包括咸伯都是 真真正正 他們生氣的是什麼呢 他們將 他太太擁有了這間店 然後賺了很多錢 所以跟著呢 那些錢可能我們化下去 就那些 那些 樓啊 和咸伯還債 諸如此類的東西 就證明了一件事 咸伯是很仆街 因為當時呢 他太太就做那間店 就做一些雜貨啊 什麼東西 那些東西 那時候咸伯都有說過 那家店最後賣了幾百萬 七百幾萬 那樣的東西 那其實價錢不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呢 分不到給你的 是不是 但是裡面就說出一個意思 就是什麼呢 那位就是爆料的朋友就說到呢 就是 咸伯因為這樣 就 在這個生活上面呢 他就是 要反而掉回頭 他要看老婆的支持 為什麼呢 老婆懂得做生意 跟著再賣了一個店 有錢 哇 那他就做得好 但是呢 咸伯就是什麼呢 成人亂的 他做的那些所謂什麼裝修呢 成日是錢的 成日是錢 你這樣就搞不定 那家呢 反而是老婆去頂住 因為他有舖 又在那裡賺到錢 成的那些 整個家就靠他撐 而咸伯呢 就 後來就躺平了 嘿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這樣喔 那這樣東西 死了 就踢爆咸伯的時候 說 那些錢是我賺的 什麼什麼什麼 那這樣就重要 所以咸伯和大媽春 很想把那些東西扭曲了它 然後呢 就不針對說 那家店的價值 不重要這件事 他就拿去做 哎呀不是啊 那價錢不是啊 什麼什麼 說了個對 而不是呢 這一家店 是證明了 他老婆 是很厲害的 亡妻呢 就是 前 啊 以前 啊 啊 何太呢 就是何老太 我們用何老太 那何老太呢 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 就解穿了所有的東西 就是咸伯為什麼 譬如說 四百五十萬 為什麼他沒有份啊 他都只是在那裡 修飾啊 怎樣怎樣怎樣的東西 這些位置穿了 咸伯最害怕的 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呢 是突顯了什麼呢 喂 他一開始就 騙了大媽春 於是乎呢 他很想啊 大媽春出來 快點解決了這個問題 不要令他這麼醜 所以他把這件事 大媽春都要解釋清楚 哎呀 死八婆啊 怎樣怎樣怎樣的東西 一定要他 尿實這件事去說 好 繼續聽他說 你講到屈人 都措留不漆 是不是 說得像塵塵 找到那個什麼 說那個業子 賣了七百十萬 給那豪生 哎呀 麻煩你們 要講 真度要高一點 你們這些人啊 對他來說 就是 什麼都是假的 為什麼呢 他很不想你說這件事 其實他所有的data 訊息就是理智 什麼叫真度 他根本就是 他就是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這個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真是白癡 這個 講些大話都 都爛爛了 你有沒有丟不丟假的 還要不要有面子 在這個社會行 是不是 不過看那些人都是 不用了 其實我真的 沒有必要這麼辛苦 特地跑回深圳去 就是 就是想加分 是不是 想加五分 一趟直播加分 他講完這個 就是 周生太太 是未完 後面 他過了一大堆 這樣 阿鹹伯出來 因為他整天的主題 就是最重要是攻擊 周生 周太 就是 幫阿鹹伯拿回面 證明 要不然那四百五十萬 就是自己 所以你要記住 這一個的假話 是要對上去 所以要對垃 周生 周太 那些說話 一定要這樣講 這個打擊的最重要 然後他又講回去 因為等下 涵白 好像在沖涼 什麼吃的東西 然後就要講 為甚麼我要去大陸那裏 做個抖音 想被人高 一邊搞分 我想一邊做直播 就可以加分 可以在大陸玩 你記住 他仍然是念念不忘 為甚麼呢 他認為那裏有五萬多個粉絲 所以之前他也是做抖音 因為他不想脫那些東西 他很明白 香港他不是有一定的粉絲 他只不過現在做YouTube 穩住吃 但是他認為長遠是靠大陸那班粉絲 每天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直播就加一分 我想完成這個抖 都被那些黑粉類搞瘋了 又惡搞我了 是吧 是吧 又惡我人身觀有問題了 這樣又被他舉報到了 是吧 平台又 那天我還拿兩分鐘才搞兩小時 那次直播就被他搞了 反而又扣了我四分 我根本不用那麼辛苦 更好 是吧 是吧 我就是玩這個直播 是吧 玩這條頻道有很久玩 是吧 你跟我玩東西 你們弄 大馬春現在就是主力做YT 因為他有機會賺到錢 當然他馬路說 哎呀我玩這條夠呢 我什麼什麼 我用鬼什麼 當然要做這個抖音 但實際上不是的 當然他認為那路裡 他處了五萬幾個粉 大哥這裏沒有 這裏增極增極 三四千這樣東西 而且可能一 就是你收費 噴一聲那些粉 就不見了 你就死定了 所以大馬春呢 是很恐懼 他仍然很希望 在國內那裏呢 就發展 因為他認為 賺錢呢 在國內 香港很難賺到錢 就算你現在說 做到YT那樣 你很難長期的 大哥 每天夜夜不停直播 喂 人家一對你厭倦 那天開始玩完 因為他沒有內容 所以這個是一個危機來的 他是明白的 所以想扯住大陸那些粉 但是呢 現在不知道怎樣解決了 就是每一次你回去的時候 看抖音 又被你香港那些黑粉 不斷地 搞和他 又告他什麼什麼 所以他現在很痛苦 就是希望 在這裏說 哎呀沒所謂了 我就主力做這個YT 你吹得我這樣什麼 那樣 他就在這裏這樣藉口 我們講到這裏 這條片已經成三十一分鐘了 那 因為這 今次呢 我的精華 很老實 因為裡面他講很多 周生周太的東西 還有很多 其他他去 就是 講回以前 周生周太的東西 那些不對啊 那些東西 那些街市啊 那些街坊 有很大的原因 因為為什麼他要在裡面呢 就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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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對付某些人呢 他有個這樣的 就是 目標在那裏 所以一會兒 會再跟大家講清楚 就是 他怎樣是 又要說 發營佬啊 什麼什麼 不好意思啊 發營師 那樣 就是 然後講其他 又賣菜的那些 回回頭 他要去為自己 振回面子 好了 一會兒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大媽春 他有什麼大雞啊 好 繼續 一會兒記得 接著 看我下一條片 謝謝 是這樣的 拜拜 記得點贊 訂閱 Thank you